观众Louis 他想问NVIDIA NVIDIA其实在收市之后公布了个季绩 其实也比预期好 但就需要再生一季的指引擦预期 所以盘后股价是在跌着的 Louis 他说其实都持有了一段时间 一直都没有放到 买入价是232元 账面又赚了 变了虧 现在怎样算好呢 可不可以说一下他的前景 我想这个情况就是 之前一直都是好利好 主要在说这个我们叫GPU的晶片 其实很多部分的科技发展都有帮助的 包括可能在说我们叫做CAL Computing 即是云计算 令到数据中心会多 这部分都会帮到很多手 因为其实很多 就是说现在的数据中心那些 其实的电脑其实都是用着 比较依赖反为GPU 我们叫做Graphic方面的运算 或者平衡运算会比较多一些 这些会帮到手 另外也是说大家憧憬的 自动车即是自动驾驶都是未来一个发展 但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 如果我想大家可能有些人有听过的就是 去年开始都一直在说晶片方的 其实这些东西现在都继续有些持续 另外一方面就是令到影响出货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未来来说都担心生产成本上升的 虽然现在在说的生产成本可能只是停留在能源那些部分 但其实始终在说一些高端的晶片 它们的生产其实有很多部分都会相关的 可以预期将来都会上升的 只不过之前的生产成本上升 那些人的担心比较低 因为其实真的很不休卖的 就是他们是买的 就是那些货是根本全部都是 叫做等着backlock去做 一做起就出的了 所以那个价格就不是那么担心 但是随着现在会有越来越忧心 就是刚才也说了 看看美国的企业的盈利增长 可不可以继续保持 如果那个情况没有原先想得那么强劲 或者那么乐观的时候 那自然每一环的那个 就是产品的价格还可不可以这么有竞争力 这个都会是大家会有担心的地方来的 那我想这部分是令到市场会对一些比较偏高估值 有高增长的行业 就是例如NVIDIA这些都是 那当他们出了业绩 然后告诉大家 就是未来的那个guidance 是可能有点不太好的时候 就会业绩后都会有点担心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又不是觉得它会跌得超级多 或者由现在的水平跌到一半 那是未知的 但是在短线来说都仍然会有压力 结束之后我觉得都可能有机会要试多一次 可能去到跌穿了现在的底部 那可能去到要去到大概130-140元 才有些机会会初步回稳 那假如今晚有些机会是低开了之后 因为现在如果盘后应该是低开的了 那假如有机会低开反弹 这个极好结果的了 那就会建议这位读者可以先 就是减持了手上面的货一半先 因为它都买得有点高的 如果20-130元的话 那我会建议就是减持一半先 那剩下的那些就用后再考虑处理了 那但是我自己就觉得今晚低开之后 可能仍然就是回回 刚才说要落到 就是反复要落到80元附近的机会都不低的 是的 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满逝 custom点 是就会关注一下 如果是效果其实是很不平的 可能是非常 hygien上的